這張效果寫得超級模糊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這種卡 對於新手或是退坑老手都很不友好 這張就是死亡之聲會拿到一個淤泥桶 淤泥桶二費打對面三只會打最低血 捨棄或是被破壞都會觸發 真的不怎麼強 二費純打三本身就是虧 所以這張只是幫你賺到縫合兩傷的價值 或是玩家要使用捨棄來拉高價值 但是即使捨棄觸發也沒有多強 如果效果是戰吼應該好很多三星 然後淤泥桶被破壞也很神奇 你還要先考慮把他洗入牌堆 再考慮怎麼摧毀他有夠麻煩 這張也是再次突破上限 一二二已經不滿足了 現在一二二還給你一張可更換的卡 我覺得超強 除非是無雙不然也不太需要擔心蛇流在牌堆 對於快攻而言後期也能有一張綠牌 除此之外這張跟西服簡直神組合 就是一個零費打法傷的法術 我覺得超強啦 五星 這張卡跟法術的搭配我覺得就蠻適合娜加的 不過很可惜娜加combo在海底地嫌棄之後 就沒了 我自己覺得不是一張特別強的卡 就只是單純的補充資源 除非環境缺卡才會用一般般的湊數三星 全新的狂怒者系列 這大概是遊戲以來最憨的一張狂怒者了 歷史上最高攻擊力的致命劇毒是吧 富有教育意義 連個種族都沒有有夠悲慘一星 擠出這個牙膏我接受 智商卡是似曾相識 每回合給一個小嘲諷只不過要自己打 跟綠DK那張差的可多了 而且二費打出沒有利己性 給個嘲諷還要自己花費用 我唯一想到他可能的用處是 觸發某些龍類combo 對這就代表這張乾脆打不出去 拿來觸發效果都更好 這張二星吧 現在沒有龍combo 歷史真的要沒點子了 這張一樣也是舊版本的卡 不過從回合開始改成回合結束 就是農民2.0 不過我認為這張也很類似以前的大廚 只不過不需要條件 農夫和大廚的強大在有目共睹 這張絕對不弱 玩虐211 強度給4星 這版本感覺真的沒料 都是重複的卡 意料之外的另一個中立系列 沒想到這次除了巨魔幫 還有這個夥伴系列 雖然效果完全不一樣 但我會想要跟青王系列比較 購足概念相反 青王希望排隊不要有這個費用 夥伴希望排隊都是這個費用 我自己覺得蠻吃購足的 如果碰到該費用夠多 塞一張還是沒問題 而且歷代二費戰侯拿幸運幣的都是強卡 像是任務這張和有箱無者 這張我給3星 我認為會有接近4星的強度 其實也能給法師姐任務 就不知道強不強 意料之外的另一個中立系列 沒想到這次除了巨魔幫 還有這個夥伴系列 雖然效果完全不一樣 但我會想要跟青王系列比較 購足概念相反 青王希望排隊不要有這個費用 夥伴希望排隊都是這個費用 我自己覺得蠻吃購足的 如果碰到該費用夠多 塞一張還是沒問題 而且歷代二費戰侯拿幸運幣的都是強卡 像是任務這張和有箱無者 這張我給3星 我認為會有接近4星的強度 其實也能給法師姐任務 就不知道強不強 老玩家看到這張一定有感覺 沒錯這又是一張以前就有的卡 不過以前是薩滿卡而且費用更高 如果經歷過那個年代 就大概知道這效果的強度在哪裡 沒錯就是垃圾 大部分時候要用熊貓人回首 都是想要額外觸發戰吼 根本不差這一點體質 拜託薩滿已經是戰吼用最好的職業了 給其他職業真的不會多好 盜賊這種也有更好的回首2星吧 看在你比原版熊貓人還強超多 212致命劇毒 我到底是不是老了 怎麼每一張卡都有舊卡的影子 不就是小瓜嗎 好啦 實際用起來不太一樣 更加放大了限制對手出手下這個限制 有好有壞 好處是這張類似中立我反對 一樣可以克制許多COMBO卡珠啟動 壞處是更容易被垃圾測出來 老實說我不太確定小瓜現在還有沒有辦法生存 所以保守給三星 如果搭配DH獵人雙職業卡 那將會變得非常有趣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要Cue誰了 知道的快點留言 這版確實是有元素沒錯 但目前中立都沒有我想像的那樣強大 儘管如此 我還是覺得這是一張不錯的卡 因為它一張卡可以提供元素兩回合的效果觸發 當然發現過去元素這點很看聯 但是畢竟是發現 已經比很多來自過去系列的卡還要更好了 同樣的效果以前可是要5費 而且體質還要虧 其實那時候545元素還是必備 那就看元素玩都玩不起來了 我還是抱有一點期待的 給這張四星 喔對了現在看545是555 是因為扭曲模式有加強喔 第二張的夥伴也是最弱的一張 類似的效果層數不窮 但都無法在線收割機的強大 慢法強度膨脹太嚴重了 所以說好好的去你的競技場玩吧 不要來湊標準卡牌的數量了 二星 沒錯我想要的就是這種卡 效果很特別但又不會複雜 而且這個效果也和本體很搭 就有一種荒野決鬥的感覺 好差點就要變成自算卡評價了 這張用起來可能很類似以前大法術法會用的卡 不過感覺更不穩定更極端 可能和打撈是絕配也可以配合爆牌 反正被爆到反而防止自己抽到爆牌 啊對面被爆掉的話也有機會直接摧毀combo 幾乎沒有壞處 希望這種好玩的卡多一點 強度就三星 低配版的分立 我是真沒想到這麼新的卡也會被拿來當牙膏擠 光是這個費用就落上不少 畢竟一費抽率真的太好了 一個牌組需不需要這麼多類型的抽率這點值得思考 對於完全的combo和OTK卡組來說 這張應該還是超強 不過最後一個資料片比較講求搭配 如果有其他更好的組件也不見得需要抽卡 所以這張我給四星 分立那時候我已經被打臉過了 希望這次不要被打臉說是廢物 我就知道一定會有這種垃圾快手卡 沒有快手的情況下322打2還是隨機 這點就已經不合格了 觸發快手也只是多打2 連橫掃都不願意給嗎 強度一星啦 四費的夥伴 達成效果可以打4 好所以現在就是狂硬444打4是吧 這種卡越高費應該是越難觸發 所以收益變好也很正常 不過真的太多四費卡了 應該會先卡成廢物 這張也無法挽回太多才對 強度二顆星 看起來好像不錯的元素 不過這種樸實無華的東西感覺有點不太夠 文字莫名其妙的長 不過也只是防止打不到對面的元素 老實說我認為下版本退環境後 這張會變成控制好卡 畢竟剛退環境強度會減弱不少 AOE價值就會變高 而且只要場上沒手下也不怕打到自己了 我給合格的三星 這張卡看起來超級強 也確實666打6非常強 還可以回血打臉 可更換這點也很好地彌補了高費快手的問題 唯一的缺點是沒有搭配 這裡衍生出了這張卡另一個問題 除了沒有搭配以外還會干擾其他的搭配 沒錯就是在做333這張卡 完全就是用來干擾快手持的 綜合下來給三星 來了 所有無雙卡組最後的希望 官方一定是故意的把里諾放在了最後面 效果再次突破天際 有很多恐怖的地方 首先是第一個清場效果 從之前變不見改成了重置牌桌 很明顯就是來針對那些傳送門等無法互動物件 恐怖的地方是這種效果只針對敵方 一個單方面的清場已經夠強了 還附帶另一個效果 直接都改變遊戲規則了 只能出一個手下的效果應該是雙方生肖 這效果非常噁心 會使對戰偏向使用高輒漿卡 快攻基本沒救中速也會陷入不利 不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效果只限定手下 所以其他種類的卡不會限制 對於新版挖掘一堆法術的盜賊 或是一張西服搭一堆小法術的法師 影響沒有很大 光是戰吼就已經夠強了 還有英雄能力 雖然效果是每回合都會變很不穩定 不過打二的效果是不會變的 一定會幫助處理對面的怪 因為每回合只能出一隻 那誰有更多的怪或是更多解 就會陷入更大的優勢 這讓我一定給六星 但我不確定能不能救起所有的無雙 好 到這裡就是所有的新卡都已經介紹完了 那為什麼中立卡明明是最早的新卡 但合集卻在最後一集呢 因為這次我將合集依照職業分類 但沒想到李諾是最後一張 最後突然冒出的中立卡 導致這部影片合集都被延後 已經有很多人留言告訴我說 李諾的中文翻譯很容易讓人誤解 我應該也理解錯誤了 只能打出手下的效果只針對敵方 但也只持續一回合 這樣看下來 李諾絕對是有史以來最強的節拍 但同時也擴大了一個缺點 就是處理以法術為主的牌組有困難 現在真的太多不交流的卡組了 而且一言不合就武器開點 而且李諾恐怖的地方 反而變成了他在擴大優勢的能力 基本上可以壓制對面一回合 順風無敵 一樣是一張神卡沒錯 畢竟這麼強的清場能力 還只針對敵方 雪球滾起來很餓 好啊 那今天影片說到就到這裡 我喜歡就不要忘記按讚 訂閱分享還可以想到呢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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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鐺